用经济学的思维更靠近财务自由 大家好 欢迎来到BOSS经济世界 我是BOSS 今天我们来聊聊央行10月28号突然宣布的一个大动作 启用所谓的公开市场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工具 大家可能听起来有些拗口 啥买断式逆回购 这跟咱普通老百姓有啥关系 其实啊 这事儿大有门道 咱们今天不光要明白央行为啥突然动用这工具 还得看看这背后藏匿的经济大问题该怎么解答 你们知道 本频道的风格就是 咱不整教科书上的那些复杂高深的理论 而是直击痛楚 轻松撩懂背后的门道 首先 咱先搞清楚事情的背景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 启用这个买断式逆回购工具 目的挺明确 维护银行体系的流动性 合理充裕 说白了 就是要往市场上注入资金 这听起来好像是个积极的举措 但别急 先往下听 逆回购 目标啥 就是央行通过购买国债 地方政府债券 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 直接向一级市场的交易商 也就是那些大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 本质上 这就是印钱 但是是精细化操作 针对的具体是那些国有大行 商业银行等等 咱马上得问一句 那这些银行为啥突然需要央行这么频繁的输选呢 我们平时说银行业 尤其在中国 表面上风光无限 动辄利润几千亿 咋还会缺流动性 其实啊 这背后是中国金融体系的虚假繁荣 中国的房地产 基建这些年吸了多少银行的血 房地产行业 脆弱不堪的贷款大山 压得银行喘不过气 别看政府口口声声喊房租不吵 但每一次房企爆雷 地方债务危机 最后都得靠银行去兜底 这么一来 银行资金被死死的锁住 纸面上的资产很大 但能流动的资金却少得可怜 所以呢 银行的资金流动性变得极为紧张 特别是房地产这两年持续走低 各大房企接连破产 银行手头那些被抵押的物业资产啊 卖也卖不出去 借也借不出来 活活成了烫手山芋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人民银行要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了 银行必须得补充流动资金 否则这些庞然大物容易出大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 央行有了这次逆回购的大动作 但问题是注水能起到根本的改变吗 传说中的买断是逆回购操作 很像是央行为了救急推出的一种应急措施 但呢 这个灵丹妙药 治标不治本 先来看一组数据做对比 2023年中国的银行业表面上负的流油 中国五大行 2023年的净利润超过1万亿人民币 这看起来简直负的流油 但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资产负债表 真实的情况如何 光鲜亮丽的数据背后是不断膨胀的坏账率 根据银保监会的统计 截至2023年末 国内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高达3.4万亿元人民币 不良贷款率大约在2%左右 这还是公开的数字 实际上 由于房地产市场和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张 部分业内人士估计 实际的不良贷款比例可能更高 况且 咱再看看中国房地产市场这几年泡沫破裂带来的负面效应 在房地产地方政府财政挤压的背景下 很多贷款根本没有回收的保障 例如爆雷的恒大 这家曾经的地产巨头 如今却成了野行们无尽的负资产 恒大的破产重组案依然在拖延中 房企违约的烂账依然悬在那 业行不断面临收不回钱的困境 因此只能看似不差钱 实则捉襟见肘 所以 如果不额外的货币支持 市场流动性可能会迅速枯竭 央行发觉自己已经站在悬崖边上 不得不执行买断式逆回购的策略 现阶段央行的买断是逆回购 核心的用意是通过粉饰太平的短期就是思路来安抚市场 但实际上 流动性困境却是更为系统性的问题 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中国经济的潜在结构性问题 比如过度依赖房地产 出口锐减 国内消费疲软等 这些问题都是央行买断式逆回购工具 所不能带走的顽疾 第一 所有人都知道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随时可能捅破天 尤其是那些中小城市的鬼城 耸立的高楼空荡荡 银行手里也就只能握着这些烂尾楼 但即使流出流动性 这些楼盘并不能立即变现为现金 国有银行 地方性商业银行 以及部分大型民营银行 深陷其中 流动资金大幅收紧 长期以来 房地产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 而如今这个产业的崩塌 让银行资产流动性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这种情况下 央行启动公开市场操作 固然能在短期内缓解银行的压力 但这种保流动性的形势 和当年美国四代危机前夕 美联储疯狂救世的套路 并无本质区别 不同的是 尽管美联储最后靠激进的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 挨过了那场大危机 可中国手中的牌呢 别忘了 中国现在可是负债累累 地方债务总额高达66万亿人民币 GDP长年负增长 房地产经济崩盘已经溅在弦上 这不就极其类似于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美国吗 第二 别忘了 结构性经济问题 无法靠注水解决 房地产泡沫也好 外贸疲软也罢 背后 其实是全球经济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不振 而国内政策 又迟迟无法产生有效的国内消费 这是个恶性循环 国内的物价飞涨 猪肉都快吃不起了 看似手里钱多了 实际上老百姓发现自己每个月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 老百姓的储蓄率再高 敢去消费吗 你再看看 央行这次买断式逆回购操作 它的力度上看似精准 但却是治标不治本 市场的流动性问题被短暂遮盖 背后的债务风险 却彻底被推向了未来的深渊 今天注水的流动性 未来会变成更重的负担 其实 央行买断式逆回购工具 短期见效 长期放水不止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中国庞大的地方债务危机 和企业债问题 始终未解 目前地方政府债务 已经高达70万亿 相当于GDP总量的60%左右 我们来看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和世界银行发布的相关数据 IMF多次警告中国政府 持续的货币宽松政策 只会加剧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 放眼全球 无论是维内瑞拉还是阿根廷 类似的就是操作 最终只导致了通货膨胀失控 市场丧失信心 这难道不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吗 央行此举也让人不禁想到 美联储的量化宽松 QE政策 表面上貌似能维稳 实际却是烂于充数 央行频繁注水 只会导致长期资本市场的泡沫 进一步膨胀 最后变成谁也收拾不了的残局 纵观全球经济时 只要长期放水 注入一味的货币宽松政策 不仅让经济结构越来越脆弱 甚至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概率 大幅上升 这无异于饮震止渴 这是饮震止渴的经典案例 今天我们往市场里 疯狂注入流动性 延缓紧迫的问题 明天呢 后天呢 这种短暂虚名式的注水策略 只会让未来的问题 更加难以解决 我们再从另一个层面探讨一下 中国央行这次推出的买断 是逆回购工具 实际上意味着 央行对整个银行业的干预 正变得越来越直接 越来越深度 无论你是国有大行 还是小型的股份制银行 只要你需要央行的流动性支持 央行的手就会直接插入 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亲们别忘了 一个经济的健康发展 金融体系要有一定的市场化属性 换句话说 金融市场的运行 本应当是自主调节的 然而 现如今我们看到的是 央行频频采取公开市场操作 向市场注资 直接控制市场资金流向 这是典型的央行干预主意 你们可能觉得 央妈出手总比不管好 但事实是 央行过度干预 通常会导致银行体系 失去自主调节能力 及过度依赖政策支持 咱们再看看 全球几个典型的大经济体 美国 日本都有过类似的案例 美联储就是 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 最后都陷入了什么结局 首先来说说美国 四代危机后 美联储开启了多轮量化宽松政策 QE 成功是成功了 美股继续牛市十年 但注意 这期间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加剧 大量套墨资产迅速膨胀 最终导致的2020年 大流行后的股灾 是否与这些政策 有直接相关 恐怕美联储自己心里也很清楚 我们再回头看看日本 上世纪90年代的房地产 及金融套墨破裂后 日本央行采取了 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而时至今日 日本依然没有完全走出 失落的30年 虽然2012年 安倍金三上台后 推行了安倍经济学 但仍然无法从根本上 解决低增长问题 反而陷入了不断的债务 宽松债务循环 中国呢 如果央行继续当前的路径 固然可能暂时遏制问题的爆发 但从长远看 这无疑是对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 进行了堆积 而这个负担 最终会落到谁头上 是银行吗 不是 是我们普通老百姓 因为金融系统的脆弱 会通过资本市场震荡 传导到实体经济 最终还是会表现为 就业受损 工资缩水 生活成本增加 通货膨胀等等 这是我们每一个老百姓 不得不面对的严峻现实 咱们再来捋一捋 最近几年 中国经济的一些现象 为什么央行每次推出 类似这种注水的政策 几乎都同时伴随着 房地产问题 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 暗流涌动 其实答案显而易见 房地产行业 始终是中国银行业的大金主 银行带着极度依赖地产行业的属性 寻找高回报 形成了银行家地产的疯狂联动 不仅房地产企业借贷狂飙 地方政府也是靠卖地为生 在这种逻辑下 地方债务问题 隐性债务等问题不断发酵 根据财经媒体统计 中国地方政府的总债务 不仅在2023年底 突破60万亿人民币 并且各地隐性债务 如融资平台债务 藏得更深 真实债务规模 可能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而这些债务大部分都是以土地财政为基础进行的 因为卖地收益锐减 地方政府只能通过举债 来维持基础设施项目 偿还旧债 而这种债务循环 就像个雪球越滚越大 在这种情况下 你想啊 央行如何能够修守旁观 地方政府没钱了 房地产崩弹了 银行资金链出问题了 央行最终不得不接过这个烂摊子 以市场化工具的名义进行救济 不就行吗 不就整个系统性金融危机随时可能爆发 但咱又得细心去想 这种救火式的注水真的治得了病吗 我们不能忽略 这些地方政府债务和房地产泡沫 都是长期积累出来的结构性问题 靠央行的逆回购 只是短期的救济药 等药效已过 地方政府和房地产的根本性问题 还得一次次复发 根治问题的根本在于 削减债务规模 打造更为健康的经济结构 而不是依靠越来越大的资金注入 去填补窟窿 更悲观的是 这样的债务链条如果持续下去 最后总会产生更多恒大 这样的巨无霸市崩塌 最后吞噬的还是中国金融市场 甚至是整体经济的根基 现在问题来了 咱不能光批判央行的动作 那我们得想想 出路在哪里 央行到底能做什么 中国经济到底该怎么走出 这么多年积累的这种结构性困境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 央行的这种宽松政策 短动作是必要的 但不能依赖为常态操作 短期内靠印钱解决流动性问题 可以理解 但长期大量的资金注入 只会制造更大的资产泡沫 比如房价 股市的虚上涨 最终形成泡沫危机 解决问题的根本 还是要从长远的经济结构 调整入手 一 重启供给侧改革 中国的供给侧改革 喊了这么多年 但改革的阵痛 却一直没承受彻底 要真正使得 经济走向可持续发展 供给侧改革 就必须深入到实质性领域 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下手 打破垄断 开放市场竞争 拿房企来说 头部房企 恒大 融创这些巨无霸 倒下 留下了大量小房企 或者潜力地产公司 趁机崛起的绝佳机会 政府不该一味保救 而是应当促使市场里的 优胜劣汰机制 更顺畅运行 推动制造业升级 摆脱房地产依赖 中国不能永远依赖房地产 作为经济支柱 要进一步推动高端制造 科技创新 尤其是芯片 AI这些国家战略性产业的发展 否则 陷入高房价 高负债的此循环 将会极大阻碍 未来的长期经济健康 二 控制地方债 截至基建狂潮 地方债的问题 如果不加以限制 早晚这个定时炸弹会引爆 中国的基建推动 实在已经到了过剩的边缘 很多地方为了继续发展 推出了大量没有利润的基建项目 这种不计后果的借债修路 修桥 大规模开发新区 往往会带来沉重的财务负担 政策制定者 必须要进一步加强 对地方政府财政健康的监管 缩紧地方借债的口子 在财政预算审核上更加严厉 严禁无效投资 三激活消费需求 提振内需 中国的内需之所以没法提振 根本的问题在于 居民收入增长太慢 而高房价 高生活成本 社会保障不足 让老百姓不敢花钱 央行和政府 或许可以拿出更多具体的措施 去促使消费 例如提高社会福利保障 降低住房成本 创造新形式的消费场景等 让老百姓真正敢花钱 假如内需能真正激活 势必会为中国经济 注入新的长期活力 央行的买断是逆回购操作 的确是标志着 它在金融市场上 使出了一个显著的应急工具 短期可能看到效果 但在货币宽松的背后 我们不得不清楚地认识到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不可能靠注入流动性解决 而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说 看到今天这般就是动作 或许能够略微松口气 但更长远的忧虑还在后头 高房价能降吗 消费能够提振吗 银行的风险会不会继续积累 这些都是未知数 现在的一草一幕 看的可能是今天就是的成果 但背后却是关乎 中国经济未来的大考验 说到这里 大家是如何看待 央行启用公开市场 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工具 这件事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和大家分享您的观点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 分享 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 选择全部 我是Boss 下期节目再见